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住宅成为风水宝地 让自己得到家业信旺 财富迎门 技术层面的风水打造 可以通过学习我们完成它 但想保持长久的信旺 还需要人的德行来维护 古书中讲到 宅以形式为身体 以泉水为血脉 以土地为疲漏 以草木为毛发 以寿卧为衣服 以门户为关带 若是如此 四四眼雅 乃为上级也 这段话描述了上级的风水 如同德行完备 恭敬庄重的人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自己能成为德行完备的人 我们的住宅风水就可以持久的保持上级 纵观风水学的核心架构 就是乾坤为光 和友情为常 我们先说乾坤为刚 风水学中 以乾为天为父 以坤为地为母 其余六卦 或为长子 或为小女 皆由乾坤变化而来 天地定位 其余 这围绕天地 或雷或风 往来反复 而成万物 地母翻卦掌法 二十四三阴阳 七十二龙等等 无不来源于乾坤二万 再说 有情为常 龙沙虽水相 单一的龙脉 沙风 雪地 水气 三相 并没有好坏之分 唯有相互配合 才产生了吉凶修求 而风水学 就是把这五者搭配相宜 互生有情 而成风水宝地 作为这块风水宝地的主人 同样需要具备 这两项要素 才能与这风水宝地 一天一地 一阴一阳 阴阳护根 交互友情 才能长久保持着 福地以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乾坤为刚 就是以父母为刚 如果我们能做到孝顺父母 只能通于天地 连于乾坤 何于风水 当我们孝顺父母时 我们的孩子也会传承效法 家庭当中 父慈子孝 和谐稳定 这就是家运昌盛的典型体现 再看 有情为常 就是能爱他人啊 孟子讲到 爱人者 能恒爱之 敬人者 能恒敬之 意思是 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 以他能善待自己的方式 去对待他人 这个呢 不仅仅是经事自用的教导 更是好风水的 不二法门 以友情为常态 自然 事事顺遂 我们说风水学的最大诉求 是福泽后代 乾坤为刚 和友情为常 就是符合天道的上级风水 能真正实现代代传承 蔡根坦讲到 极善之家 必有于庆 极不善之家 必有于羊 一个极善成德的家庭 家长尽心孝顺父母 不足损人利己的事情 用仁义理智性的言行 身体力行的教育着 子孙后代 这些良好的助人品的 与天地相应 与风水相合 就能让家庭当中的好风水 持久保持 否则子孙后代 让家运真正的龙娼 面娼 对于风水的学习使用 这个课程就讲到了这里 各位朋友 录像学习更多的风水 和命理的知识 建议大家观看我的其余课程 我是郑昭义 感谢所有观看 学习这个课程的好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